我们要从现在开始 从原则上讲 这样一个本科的量子力需要 要求并不高的 就是从原则上讲 我这前头讲个原则 就是掌握基本概念 运用基本概念 这是抽象原则 利用一些特殊的数学和一些特殊的近视方法 处理一些基本问题 就是处理一些简单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这也是原则 正确理解和掌握量子力学基本概念 能熟练的处理量子力学中的简单问题 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要求 这是原则 因为我们讲了那么多东西之后 有限并不是基本的 有限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 我们在课程当中除了讲了基本的要求的内容之外 那么扩大大家视野 我们介绍了一些更深层次的概念 那么这只是说介绍让大家能够开阔视野 本来还要做一些讲座 讲座是更开阔大家视野 但是实际上你们大家没时间 要找一个共同时间很困难 而且学识也比较紧 我不能把讲政客的时间都拿出来 用 舍不得 因为我这样一个讲到现在 你看真好今天用光 那还有些东西没讲 就像我们这个闪色 这个公正闪色我就没讲 就不讲 没这个时间 所以本来可以有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介绍给大家 尽管不要求 但是可以开阔大家的视野 是吧 因为我本来想给大家做两个讲座 然后请外头的再做一个讲座 然后有三个讲座给大家视野 开阔起来 但是现在没有 是吧 但是我们还是在课程里头 还是把这些都介绍了一下 就是能量时间的测试关系 量子力学的宏观表现 和爱因斯坦 帕多斯基同 卢森的这样一个阳谬 和北尔不等式 那北里的几何相位 和北里的几何相位因子 这些还是都介绍给大家 这个当然不作为一个基本要求 这些都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量子力发展 你想一直到84年 还有真论不休 然后84年我才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而且实验 做些什么实验 这个实验认证了 应该怎么看这些问题 你看发展了那么多年 从1900年开始 普朗克提出来的 这个辐射理论 你想看到84年 这个还真论不休 还定不下来 到底哪一个观点是对的 所以你看这个 但是你也看出量子力学 它是生命力 经过那么长的时间里头 你现在找不出一个反例 说我们现在量子力学 有问题 没找出一个反例来 在非相对能近视下的这个情况 当然 后来发展到这个厂论 是吧 那么我们也介绍了一些 这个量子力学 一个特殊处理 力学量本真值的算符 代数解伐 是吧 我们只讲了 举了几个例子 本来我想给大家做一个 全面的代数解伐的 这一套的东西 那这个你一看了那一套东西之后 你就发现这个斜真值的 太简单了 斜真值的算符 但是你要从这里看到 这个量子力学 它的规律主要在于算符的关系 而主要在算符的不对移性 算符之间的不对移性 你看它是从这个算符的对于关系 我们可以给出来一个斜真值的能及 应该是什么样子 没有求助别的 你就可以看出它的特点 因为它显示了量子力学的特点 所以我为什么要强调这样一个算符代数解伐呢 就是它显示了这样一个量子力学 它的特点 你在经典力学里头没有 那么我们也介绍了 黑尔曼·斑曼定律 能及减并式的围绕处理 我们并不要求大家 你去判断这能不能用个非简病围绕去做 是吧 然后能判断出来 你做起来就很简单 我底下就讲 好 我底下就具体的要求 就是说你把精力主要集中在我提到 我没提到的 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看一下之后对你主要内容容易理解 容易掌握 是吧 你如果你没有 你那些人不看呢 你好像比较 有时候只有骨头没有排骨 没有肉 是吧 你把那些人看了可能有点肉 你更容易吸收 是吧 所以大家这些事基本 就是第一章 只是定性了解 经典实力的实力 并不要你理 这并不要你说我再去推到什么东西 我要再做什么东西 并不要 就像博尔的量子化条件 用量子化条件我去求解 并不要 那是经典的东西 是吧 我们是讲我们今天要学新的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哪些实力是打破了经典力学 觉得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这样一个神话 是吧 所以只是要大家知道实力 然后围观离子的玻璃两相性 也是有哪些现象表现出来 这是第一章 第二章第三章是要全面掌握的 怎么叫全面掌握呢 这是具体的 波函数和波函数的统计全是 太枝加原理 什么叫太枝加原理 它体现在什么地方 所以大家决定和方程 大家应该知道不管是含时间的还是不含时间的 如果卫是从时间无关的 那么有能量本征方程就相当 当然在这里头我们底下具体的是要用这个方程来解问题 是吧 那么这个雪定和方程它有些什么性质 然后定态 是吧 以为了定态问题 定态有些什么性质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T等于零时刻的这样一个波函数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求T时刻的波函数 是吧 这就是当你这个卫是同T无关的时候 我们去怎么去做 那么一般有几种做法 一个做法就是我用这样一个演化因子 是吧 1的负Y HT除以H8 着用到T等于零的波函数上 那么我就得到T的四个波函数 一个就是我把这个 你T等于零的波函数 我按照哈密等量的本真方程 我解出来的本真态进行展开 是吧 展开之后 每一个本真态 它随时间变化 我们知道的 E的负Y Y NT除以H8 那么这个加起来不就只等于波函 在T时刻的波函数 所以大家能够把这个零回贯通之后 你去求T零时刻 你去求T时刻的 那比较零 所以思路要弄清楚 是吧 你自己捋一下 就是我T零知道了 我有几种方法 我们习题里头和讲课里头都举了这些例子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这些例子 它有几种办法来做 无外乎这两个办法 这最直接了当 是吧 那么当然还有盖利通量史 是吧 它的定义 它的公史 你不要连与盖利通量史它的公式你都不知道 是吧 等于 2m分子负ih8 破晒星 T度算负破晒 减掉破晒 T度算负破晒星 这个是个最基本的一个公式 那么具体的你有一个波函数有了 那么我可以直接求出来 是吧 盖利通量史 你要知道盖利通量史的话 它实际上有好多用处 我们知道没讲 就是盖利通量史在任何条件下它都要连续的 那这时候就可以推出好多一个结论 那么这些答案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但是盖利通量是要的 然后所谓什么叫做反射份额 透射份额和完全透射 那么我们盖利通量史 你对于两个 这IKX和E的负IKX混合的这样一个 就是叠加的这样一个波函数 你去求盖利通量史的话 你可以对每一个求 每一个求当然我们就知道 就是节I 节R 你可以把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整个这样一个盖利通量史 但是你要碰到这种问题 你就不能用了 这如果是IKX 假如是IKX 这个波函数是IKX 而这时候你不能说 我对这个KE我求了 对K2求了 加起来这不行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是可以做的 它的交叉项没有了 否则的话 因为我们要拿一个整的一个波函数去求 拿整的波函数 如果它有交叉项的话 那么你交叉项要贡献 但是在这儿它没有交叉项的贡献 所以大家要注意 所以我这儿写出来只是说提醒大家 这个盖利通量史如色的 这不仅仅是一个波函数的前头的一个正辅 它的磨的平方还要乘上一个相当于一个熟度 相当于一个熟度 你看这个是磨的平方相当于一个熟度 它是反方向的 那么透色的是它的这样前头这个系数 磨的平方乘上它的熟度 它的熟度这时候是μ分子h bar ke 你不要拿来都是一个磨的平方 你要看情况 所以我们得到它的反射份额和透色份额 你看透色份额 如果磨色和粗色的k不一样的话 那么它还有这样一个因子 k分子k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种细节 那什么叫完全透色呢 就是b等于零 就是没有反射 反射波的系数应该等于零 这时候当然是乌色的概率通量 应该等于透色的概率通量 因为它是连续的 所以这时候t等于1 那么我们点出你的波函数之后 你能够计算各种条件下的概率 我这只是写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这个波函数是皈依的 所以你首先要把波函数皈依了 你才能够说磨的平方是概率密度 是吧 我们这个你看 这个r到r加dr 就是在空间dr这个空间 这样一个小区域里头 概率是多大呢 就是磨的平方乘成dr 但是你是r到r加dr 就是我们要求哪个概率呢 是一个求半斤是r 同求半斤是r加dr 这一个空间里头 t到底它的概率是多少 那么你要对θ和φ要积分 是吧 θφ要积分 是吧 这个同样的 大家要把这些东西呢 要弄清楚 就是啊 我在告诉你 在求哪个区域的概率的时候 你要得出来的结果 那么底下呢 我们就是一位无限生卫士 一位无限生卫士 这个波函数能及表式 波函数的性质 你要会推倒 是吧 你要会推倒 然后呢 这个波函数能及表的事实呢 那当然同你的卫士的选拔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的 从负二分之一到正二分之一的你的卫士 从零到A的这个卫士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要弄清楚 是吧 你不要 那就变成死倍了 一倍了之后 你零到A的 它的表达是 你摆到负二分之一到正二分之一 那就不合适了 是吧 所以大家自己推倒一下 为什么要说会推倒呢 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 又是最简单的 大家是理所能及的 是吧 你把它推倒 别的东西呢 是你看一下 只不过更复杂一点 它的过程是一样的 是吧 那有限方位是解法 那你只要看一下 并不需要你会推倒 你知道吗 然后一位协正指示呢 这个并不需要大家用算符的办法去做啊 就是它的能及的能量表示 波函数的性质低推关系 这些要的 这个低推关系要的 为什么呢 你低推关系在 如果协正指示的波函数 你并不需要叫你背这个波函数 但是你用低推关系 你就可以求在这个 协正指示条件下 你做 求任何一个矩阵源 算符的矩阵源 你都能做 是吧 所以并不需要大家去背这样一个 它的波函数到底怎么样 并不需要 是吧 但是呢你低推关系要的 x乘上un应该等于什么 是吧 ddxun应该等于什么 是吧 这个最基本的这种对推关系 它的这个语称是什么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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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是算符A的本正态 是吧 我们说的相干态 相干态只是要求 这个它的本正态是怎么做的 是吧 这个本正态是怎么做的 但之后它后头的那种 相干态的性质啊 这样我们并不要求 就是你只要做出来 这个它的这样一个波函数 它的波函数写出来之后 有了之后 它的本正值就有 因为它的本正值是 是同里头的系数有关系的 这 测不准关系 或者说不确定关系呢 这个我们只要你掌握 它的含义是什么 它是什么含义 δxδpx 大于等于h分之二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对一个波函数进行测量 你这个波函数的这样一个 有一个动量的不确定度 那么好 你再要去测量这样一个x的话 它的准确度不会比2δpx分之h8更好 就是它准确度要在这个范围里头 你不能再小 就是更小 所以把它们的含义要弄清楚 至于什么它的粗糙去估计一些定性的估计一些什么无理量这些并不需要 这是第二章第三章刚才说的 第四章 第四章就是力学量的性质 是吧 力学量性质呢 我们这个运算规则加减乘除 是吧 除就是力了 是吧 加减乘除 那么这个恶弥算符的定义 那当然要的 因为它定义是什么 恶弥算符的本真方程 是吧 因为一个无理量 它要对应一个恶弥算符 那么这个恶弥算符 你要对这个无理量进行测量 你得到的本真值 你得到的测量值 只能是它的本真方程解出来的本真值 所以你要想知道某个力学量 你测量可以得到什么值呢 你要去解它的本真方程 是吧 也就是说观察值的可能值 那么呢 这个观察值的 它的观察到这个本真值的概率符是什么 你也可以从这个态叠加原理展开 这个展开习数 你也可以用这个本真态 同你的体系所处的态之间的标记来得到 是吧 这个大家要把它弄清楚 然后力学量完全级 什么叫力学量完全级 其中考试已经考过了力学量完全级 是吧 这它也实际上是两条 大家要注意的 这个有了力学量完全级 那么我们要求这个共同本真态 是吧 共同本真态 那么实际上力学量完全级 实际上就是当这些你这个完全级里头的算符 它的本真 描写它本真值的这样一个量子数 如果给定的话 这个波函数就给定了 实际上所谓的你的减并这些都没了 那你这才是一个力学量完全级 之所以有减并 就是你这个力学量 你来描写这个态的时候 你的力学量不够 你只有一个力学量 假如说我要两个力学量才能把它敲定的话 那你只有一个力学量 它就可能有减并 就有发生减并 然后你可以用通过另外一个力学量 可以把这个减并解除掉 那当这两个力学量 你同时给定了它的这个 这个本真值的这样一个量子数的话 那这个态就给定了 你不会是别的态 那力学量完全级 它就是这一点 那么我们的一个典型的呢 就是Al平方Lz的这个共同本真函数 所以它的性质 YLM的性质 它的表达是你不用记得 因为谁也记不住 是吧 它的性质要知道 它有些什么性质 它的语称 是吧 它的符共额 它的证交性 是吧 那当然它的那个完备性 表达形式 那么它的抵推关系 抵推关系就是L正L负 着用到它上 应该是贬值怎么样 那么你把其他的一些算符 可以变成L正L负来运算 你就会运算 并不需要那个波 这个YLM在空间表象里头 或者说在θφ表象里头 它那一大串的表达形式 是吧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YLM啊 你就可以看到 它同那个φ有关系的 就是1的IMφ 这一点你要看到 所以一取膜的时候 同M无关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么力学量的平均值 随时间的变化 是吧 这个运动常数 然后呢 是位力定力 因为位力定力 有时候要用的 是吧 位力定力 有时候你又比较 你做出来对不对 你可以判断一下 这个位能部分的平均值 和动能部分平均值 它们的关系 你从位力定力 但是你要记住 这个位力定力 是在定态下 在定态下 当然有时候 在不定态下 但是它们交叉 没有贡献的时候 也可以做 我以前好像 有个研究生考试 我就出了一个 我一把那个波罕书 一写出来之后 它不敢用位力定力 因为那些位力定力 都是原则上说 只用在定态上 但是 如果你这个有交叉 像 如果贡献等于零 你照样可以用位力定力 照样可以去做 一样 是吧 我们呢 就只到此为止 就是 定态下 你去用位力定力 这是第四讲 这很简单 这是第五讲 变量可分离型的 三位定态问题 有心事下 这个雪定要方程 解在R710的渐进行为 因为这是你要解 解那个三位问题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边条件 你要 那么这是一个 还有三位自由粒子 在直角坐标后 求坐标中的井 三位自由粒子 它们的井 那氢原子 我上次在讲课已经讲了 氢原子是从头到尾 你要全面掌握 因为它是一个典型 是吧 这个推导和结论 你要全面掌握 那它当然没有问题 它的波函数和能量本征值 波函数也并不需要大家去记那个函数型 并不需要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性质 这些波函数是它的性质 就是它有些什么性质 然后它的减并度 这些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 氢原子 在三位问题的氢原子 大家要上去 是吧 对 那么三位格向同行 斜正子呢 你在直角坐标里头 当然大家很容易做出来 是吧 那么你在直角坐标里头 你也可以看出每一个能量它的减并度 是吧 你在球坐标里头减 那么能级的这个结构和性质 并不需要大家去推导 并不需要大家推导 当然这个应该知道 就是我写出来这样一个能量本征方程 雪定额的能量本征方程 能量本征方程之后 我去解这时候是可分立型的 所以你写出来的波函数应该是什么 就是你一个四摊波函数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那应该你要会写 然后得到景象波函数所满足的方程 是吧 然后呢 你主要的要从氢原子的解里头 从这个三位格向同行里头 你看一看 斜正子 你看一下 它的解的步骤是一样 只不过解到最后你的那个 最后的方程 你要梳理方法去解它 是吧 前头的这些步骤应该你看看这些人 它的手法其实都是一样的 大同小异的 只不过要到最后这样一个方程 我不能再画箭里了 我总归是这样 你进去之后 是吧 得到一个景象方程 讨论它的零点 讨论它的无穷远点 然后给它因子抽出来 解剩下的这个因子 比较好的一个波函数 这个波函数如果你知道它在是什么特殊函数的 那么你当然很容易 如果不是的 那只能数字解法 计算机去解的 它的步骤其实是很简单 但而且很清楚 不像电动力学有些题目不太好做 这海尔曼凡曼定理呢 大家知道只要有这个事情 因为习题也只是给一个最简单的习题 这大家只要了解它的表达形式 是吧 简单的结论 然后电磁场 电磁场 考虑了电磁场之后呢 我们第一个是要在电磁场下的 这个哈密登量 是吧 这你当然应该要知道 它有什么性质 那规范不变性 是吧 它的那个概率通量史 那么我给出一个这个A的变换之后 这个规范变换之后 你能够要写出这个相应的一个变换的 变好变换之后的这样一个波函数 这个波函数还是满足 形式上满足学定和方式的 看时间学定和方式 这个包含是什么样子的 是吧 它的概率通量史 是吧 前头这个概率通量史 和这个有电磁场下的概率通量史 大家要把它 你背也要给它背下来 是吧 这个概率通量史 你得到最后得到的那个表达形式 你这个表达形式 我问你这个概率通量史 叫你求一个概率通量史 你就不会求了 正常塞曼效应 即引起的原因 那么什么叫正常塞曼效应 它的原因是什么 均匀强肠下带电离子的能量本正值和本正函数 这大家要去看清楚 要看懂它 这个是要求大家看 持通量量子化的现象和原因 知道这个现象是什么 它的原因是什么 只要到此 也不需要大家去推导 然后这个回路 但是你这个过程 你自己要看懂 并不要求大家去推导这个过程 但是你要看懂它 那么你对你的结论 这些你自己心里更有底 第六章 量子力学矩正形式和表象理论 第一个当然 我给定了表象之后 求太在这个表象中的表示 应该会吗 是吧 应该 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给定表象就是说 第一 我要通过这个表象 因为这个表象 你一定是个力学量完全几 我这个力学量完全几 所对应的本正函数 你要有 或者我给你 或者你去求 有了这个 你才能够去求 任何一个波函数 在这个表象下的表示 那就是 那些力学量完全几的几时 得到的本正式 同它进行标记 那就是它的表示 所以它是有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说 这个基石要有 就是这个表象的基石要有 也就是本正态 或者你去求它 或者是 我给你 然后你就得到任何一个波函数 在它的表示 那么给定表象 求理学量的矩正表示 给定了理学量之后 你这个矩正表示 那矩正表示求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去求这样一个 本正方程的矩正形式 算符的矩正 你在某个表象上 这个矩正有了 那么好 我要求它的本正值 本正函数 怎么做法 这当然对于这个 为数小的 二维的 三维的 应该会做 大家应该会做 这个也是一个 求本正值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因为你这个 假设你是为数很大 或者说连续的话 经常是去解那个 解那个 维分方程 不用这样一个 表象的理论去做它 因为只有二维三维 你可以去求它的本正值 但是你不要 我给你了一个矩正元 求本正值 你都不会 这就不行了 所以大家要把它 这弄懂了 雪定而方程 和平均值的矩正表示 也就是说 你在某个表象底下 你的雪定而方程的表示 它的平均值的表示 利用算符的矩正表示 求本正值 本正函数 这我已经说了 大家要把这个要打 第七章 自旋 那么自旋引进的实验证据 有哪些实验 就说明这个没有自旋是不能解释的 你不要用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没有自旋就能解释的 你不要败几句了 是吧 大家看一下 只要知道有哪些实验 是吧 然后电子自旋算符 它的本正值和表示 这是最简单的 因为电子自旋是1分之1的 那本正值就是Sz的话 就是正负2分之h8 是吧 它的表示 它的表示你要在一个表象里头 那么我们一般用Sz表象 那么它应该是什么样 所以这个同前头的那个矩正的表示 算符的表示都可以连在一起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实例 是吧 然后呢 电子的自旋词句 因为你有电子有自旋的话 它就有词句 有词句的话 它就 你再计算一件东西的时候 你要会写出来 但有这个词句的话 它的能量表达是实 在一个磁场下 它的能量表示是实 你只有把哈密登山写对了之后 你才能够去解问题 你才能解本正 这我们在后头 Berry向威里头 就介绍了很多了 对吧 在闪射里头 在跃迁里头 都解释了 Ruby震荡 严格求解 当然不会叫大家去求这个 我只是说 这个都是要写出正确的哈密登量 那么你在这个基础上 你再去求含时间的血量和方程 或者说不含时间的能量本身方程 那么Poly算幅性质 Poly矩阵 我们用的最多的 假设你一个哈密登量写出来之后 同自旋有关的 电子自旋有关的 那么好 你有了那些算幅之后 你在一个S方S的表象里头 你去写起来 用个Poly矩阵去写 就很容易 所以我们考虑了电子自旋之后 你得到力学量 力学量二乘二的矩阵形式 其实你知道Poly矩阵之后 你带进去就得到 同自旋算幅没关系的 它就是一个对角 两个对角员长处 同Poly矩阵有关系的 你乘上去 S的时候也是两个 只不过它们值不一样 一个是正的 一个是负的 所以把它一加起来 你就得到二乘二的 这样一个矩阵形式 所以看上去比较复杂 写起来比较复杂 但是实际上 你真正的操作的时候 其实写起来也是容易的 那么自旋存在下的波函数 和算幅的表示 就是二乘二的 一个是单列两行的波函数 不是一个波函数 这个大家要注意 这时候考虑了自旋 电子自旋之后 是两个函数 是个单列矩阵 二行的单列矩阵 那么算幅就是二乘二的算幅 你去解本真值的时候 你要二乘二算幅的表示 乘上它的本真值 在这个表象里的表示 就等于本真值乘上这样一个 它的表示 这个自旋存在下的波函数和算幅表示 那么底下讲过 是吧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考虑了自旋之后 L方 结方 结尼的共同本真态的矩阵形式 它的矩阵形式 就是本真态的矩阵形式 就等于 实际上讲的简单一点 就等于A1A1YLMα加上B1YLM加1β 你看它的结尼是一样的 一个是M加上二分之一 一个是M加1减掉二分之一 所以得到的还是M加二分之一 所以大家把这个推导过程当中看看 它的矩阵形式 那么自旋为二分之一 两个离子的太史量 那么我们举出 表示这样一个两个离子的太史量 我们用几种办法来给出来 这些太史量在不同情况下 有不同的用处 像这个S1加S2 有个总自旋的 我们一看到后头 要考虑它的对称和反对称的时候 很有用的 我们当然底下没讲 这BairG的话 是在这个量子通行里头 它是有用的 就是它用在了量子通行里头 那么它有用 所以这些都是 就是有不同表象里头来给出两个自旋为二分之一的这个离子的太 它在不同的用地方 不同的用法 所以你取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表示 那简禁书双线结构和反参塞曼效应现象和形成原因 从这里头可以看出来 那么当然是个自旋了 是吧 它形成原因就是个自旋 考虑之后 有个自旋能量 汉密能量里头 加上一个自旋所导致的一个能量的一现象 那抛力原理 全通离子波函数的结构 这大家应该会写出来 最后一个就是量子力学近视方法 那么这包括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 因为第八章我们没讲 舒服态围绕论 这个非简并的舒服态围绕论 能级的一级二级的能量修正 这都要的 就是它给你一个围绕 然后这个态是非简并的 然后你会求它的一级修正的能量和二级修正能量 还有一级波函数修正的推导和攻速 这是最基本的 这个非简并的 简并舒服态围绕 我们只要大家能够 这个是个简并态 那么求它一级围绕的能量修正 也就是说你要在这个能量下 它这个能级它是由简并的 那好 在这个态的简并态上围绕在这个简并态上求对角化 实际上是 就在这个简空间里头 你进行对角化 求出一级围绕的能量 就到此为止 这不管这里头求出来的这个简相等还是不相等 继续是不是坐下去 并不要 就到此为止 就是一级能量修正 当然得到 有了一级能量修正 如果这个本真值同得到的一级能量修正和其他的都不一样 那么波函数是确定的 那么你给出零级波函数 如果能量不确定 你当然自己可以给它一个波函数 你可以当然现行组合这样一级能量相同的波函数 都可以 如果本真值同它不一样 一一的修正这个本真值同 人家不一样的话 你在求这个过程当中 本身就可以把零级波函数完全定下来 所以只要求到这儿 没有别的要求了 所以能不能减兵围绕去用非减兵去做啊之间 这只是大家看看 了解了解 完了 变分法 就用来此变分法 求机态能量的上限 和近似波函数 就是如果有一个哈密增量 然后有一个斯坦波函数 你能够求出来 求出它的这样一个机态的能量 在这个哈密增量 它的机态能量上限是多少 那么相应于这样一个上限 你有一个近似波函数 那这个变分法 变分法要求得比较具体 这是量子跃迁 量子跃迁呢 就是啊 一级近似下的跃迁概率政府和跃迁概率 这是第一节里头讲的 然后呢 我们分成长微分周期 周期长围绕和周期性围绕 那么给出了一个黄金定则 第三种呢 叫辐射场 纯辐射场下的 我们不要求了 然后这个分泌黄金定则 它的表示和物理含义 所以这个跃迁要求的并不多 然后散射 散射也是 定态散射波函数的形式 散射政府 然后呢 一级波恩近似 它的表达形式 给出你一个卫士 那么你要求一个散射政府 波恩近似下散射政府 那么大家应该会求 你这个公式如果都不知道的话 并不要求你推到这个公式 是吧 你只要知道这个 这个公式很好记 你把它用个散射式摆好了 前途没那么多东西 啰嗦事情 就负四派分之一 然后一个散射式 乘上一个指数 是吧 就是IP-PP 点称R除以H法 但是要注意 这个是对DR积分 这个积分的 这个三维的这样一个 就是三维的在求坐标空间里头的 你这个DR你要会写 你不要写错了 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然后有心式的 在有心式下呢 这个一级波恩近似的表达式 是这样一个表达式 那这就是波恩近似所要求的 然后呢 有心式下的分波法的象律呢 是这个表达式 那么我们只要大家记住的 就是L等于零时候的表达式 假如说我这个散射 对 这个L等于一二三四都等于零 或者说可忽又不计 是吧 这个能量很低很低 这个短程很短程很短程 那么只有L等于零的 那你这个总散射截面 也就回归到一个 并不需要你记住这么长一串 求和的形式 就只剩什么呢 就等于实际上就是 k分之一 e的iΔ0 sinΔ0 就是L等于零的时候 其他都等于零 其他的都等于零 不就sinΔ 这个L等于零的吗 所以只有一项 一项呢 就是这个L等于零 这L等于零 Y00呢 就是更好似乎 更好似乎分之一 是吧 那么从这个更好似乎去掉 那就是k分之一的 iΔ0 sinΔ0 就是它的总散射截面 是吧 所以只要求大家记住这个 然后分布法的实应性 实用性 相义的符号 就就到这儿 因为书上还有 这个相义的积分表达形式 什么的这些 我们也没去讲 就到此为止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有这样一个 散射维分截面 是吧 散射维分截面 总的来说 它就是sigma θφ是等于散射正弗模的平方 等于散射正弗模的平方 那么我们知道了散射正弗 一级波恩近视下散射正弗 你就得到了一级波恩近视下的散射维分截面 你那个fθ知道了之后 那你当然这个就知道了 是吧 然后呢 分波法当然是它比较复杂 这个并不需要大家记住 当然是知道这个 总散射 总的截面呢 当然是这个表达式 对于分波法来说 它是这个表达式 是吧 全通离子 就今天我们讲的 全通离子的对称和反对称 我再强调一下 全通离子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给出了空间的波函数自旋 你要能够写出来两个离子的 或者三个离子的 它对称反对称的这样一个形式 所谓两个离子的 不是三个离子 两个离子的对称波函数和反对称波函数 你会写 就是说我给你了自旋部分 给你了空间部分 你要会写出来 是吧 那么这样一个全通离子的对称和反对称的散射界面 是这个 是吧 那么两个全通的非极化的散射界面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 是吧 今天我们讲的 我想你学习了量子律学之后 你对于老子的这两句话 你应该有点体会 就是我们讲的道是可以道 但是非常道 是吧 你看我们在讲量子律学的时候 你发现很多现象同我们经典的想法不一样 是吧 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是不是 那么经典呢 它也是一个道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道呢 是量子律学的道 所以呢 这就是说啊 是可道的 什么叫可道呢 是可以讲清楚的 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 在我们学习的这一部分里头 我们应该弄清楚 就是基本要求 我们应该弄清楚 是吧 再复杂的 大家以后自己自学和修别的课程 这个名可名非常名呢 也是 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 那么呢 我们从量子律学的发展来说 你可以看到这个实验 对这个量子律学的发展 是一个推动的作用 而且呢 争论了半天 你理论家人耍嘴皮在争论 但我实验实实在在做出一些结果来 当然不是说他光耍嘴皮 理论武理学家提供了 你应该做什么实验 才能够来分辨我们的争论 所以这个实验武理学家 理论武理学家配合起来 这才能够使得我们的这个 武理有个发展 是吧 所以这个李正道这两句话 另外一个我再强调大家要把你做的习题要看一遍 从头到尾看一遍 你因为什么呢 我这个讲的这些是个要求 它有些是要付诸于你的动手 如果你动手 你光是有这个要求 你不会动手 这也恶 那么这些习题实际上是训练大家动手能力的 之所以要强调大家要交习题 就是要使大家在平时你就动手起来 是吧 你到现在你就好得多 但是呢 你如果动手的不够呢 那么你现在再看一看 是吧 看起来并不能飞进 但是看的时候 你还是再要动动手 那么考试的时间呢 就这个地点呢 是这个 是吧 这大家都知道 那么呢 谢谢大家的信任 友善和配合 谢谢大家 因为这个课的话 教和学是相互配合的 是吧 大家同学提的一些问题 对我也是一个启发 因为有些呢 是你想的不对 有些是你想的对的 应该怎么理解 然后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考试取得优异成绩 再过两天呢 就要过年了 所以祝大家新年好 好 我们这个课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